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解课咱们去学的前面的指点 咱们稍稍复写了一下 对吧 那这就要开始呢 咱们开始学习对象的真正的特性 在那 也是咱们用对象的主要原因 那面对象有三大最主要特性 分别是封装性 继承性 多胎性 对吧 咱就一起把这三个特性干嘛都说了 咱们学哪个呢 说哪个 好吧 后边课程都可以先介绍 那这些课程咱们先学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性 封装性 那妹子想象一下 封装性 从这个封装这个词 对 打包封起来 对不对 封起来目的干嘛 不让用 对 对 不让用 比如说 一个古代经常有贴 现在也有贴封条 对吧 是不是就封起来了 不让用对不对 那不让用的话 那解完对象不让用能行吗 对 对 所以封装的意义在哪呢 是将不需要别人用的封起来 需要别人用的护缝 这是一种保护的一种行为 那具体的咱们会详细的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封装性的一个小小的概念 封装是面向对象中最好理解的东西 对吧 咱先看一个概念 后边咱们再总结一下 好吧 看一下 封装性是面向对象的编程中的三大特性之一 对吧 封装就是把对象中的对象中的 成员属性和成员方法 加上访问修饰符 属性和方法加上访问修饰符 对吧 尽可能隐藏对象的内部细节 以达到成员的访问空间 概念的东西 一般的不理解的一听都不留意 对吧 咱不用管的 对吧 只要看到成员属性和成员方法 加上访问修饰符 对吧 那咱们就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 对吧 那这些课程 咱先不管属性 咱就管这个方法 咱们怎么玩屠楼 因为对象里边 除了构造方法 西构方法 对不对 是不是就成员属性和成员方法 对吧 那前面看到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呢 这是我们前面写好的一个类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 先不管 就拿这个来桌 咱们说 先玩的是 这件最主要玩的是 风锅 咱们是一个整体 对不对 但是这几个不要看全部的风锅 只看封装的一部分 什么呢 方法的封桌 看到了吗 那怎么封装方法 将 什么呢 一些特殊的方法 这个特殊的方法 我加上你的号 一会儿咱们说 什么特殊的方法 对不对 加上 一个 关键 字 它 修饰 那用它修饰有什么特点呢 来 咱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说卦的方法 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风锅 什么都没处理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在对象里边 只要对象里边有这个方法 现在对象里边有没有这个方法 有这个方法 我就可以访问 只要有的方法 就可以访问 没有做任何风锅 看 是不是完全可以访问的 对吧 如果我们说 风锅什么意思 就是不让外边访问 对吧 这话 加一个词 你看 对 加一个 PFAT 这个英文单词什么意思 私有的 私有的 自己的 对不对 是不是私有的 这比如说 我的钱包 我的钱包就是私有的 对不对 是不是只有归我自己所有 对吧 你不能拿去用 是不是意思 属于对象的一部分私有的财产 对吧 像这块 说话的方法是对象里边有的 对不对 但是我加上私有的 对 你就不能拿到这些对象 用它里边私有的东西 就什么 用它标记完之后 怎么办 就不能拿到这个对象之后 你就面向这个对象 对不对 对 用对象中 什么 私有的内容 对吧 用它包装上 就不能拿到对象之后 用对象中的内容 不算太乱这句话 现在你看 我在这儿 是不是说话的方法 加上了这个 provide这个词 变成私有 对不对 我现在P是不是拿到对象了 对象里边有没有说话的方法 有 但是说话 被私有的标识了 对不对 那就用不了了 虽然有 但是用不了 就像钱包我有 你也用不了 对吧 就这意思 我现在封包起来 看不到 是不是出错了 提示的很明显什么呢 不能不要用私有的方法 这个 对吧 那外边不能用到 那这个东西就是谁也用不到了吗 对 比如说我自己钱包 就算你找到我了 你说高老师把钱包给我 对不对 你用不了 对不对 但是我的钱包我自己能用 对吧 也就是对象里边除了有说话的话 还有什么 是不是有走路的方法 是不是有吃饭的方法 对吧 那些方法里边可以用到这个方法 对吧 比如说吃饭的方法 边吃饭边说话 反正就一两嘴边吃饭边说话 咱们假设一下 这里边 SY你看 这个方法你封装了吗 没有 对象里有吃饭的方法 对不对 吃饭的时候 他说话 自我介绍一下 在酒桌上自我介绍一下 对不对 我外人没有封装的方法 我什么可以调用 可以可以用吃饭 但吃饭的时候 他调用了自己的说话 自己对象的 记得想着对象里边 前面的话那图说过了 对不对 自己对象里可以说说话的方法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词标记的 真的 你自己肯定不能 对 就这意思 对象中的私有的内容 对啊 不能用 但 什么 对象 自己中的 其他成员 可以使用 这个 因为什么 因为 是 自己用 自己的 成员 这个意思 但是他说那么多 你肯定不知道 意义 有什么用 是吧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就拿这个走路方法来说 对吧 走路方法 比如说 有一百条代码 那有可能代码上 还有一些重复的功能 咱前面一听到 有重复的功能 肯定这个独立的功能 是另一个函数 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把函数 写在那外边 在这边就用了 可不可以在这写个函数 代码 这个代码函数 在那方法里能用 可以用了 对不对 但是你写在外边了 还是这个走路的功能 是不是能说 面向对象的原则是 按功能去分的 对 功能相同的 在一个对象里 而你猜出去算什么 是不是就落了 跟过程化没什么区别了 对不对 那你还得把这个方法 怎么的 拿进来 拿进来 对不对 重复都拿进来 你不能重复在这里边 写多遍 对吧 那比如说 咱就拿走路的方法说 走路一般 咱们可以是 卖左腿 卖右腿 往前走 是不是意思 我记得有一个 对 有一个 兔子舞 舞曲 对吧 我年轻的时候 懂票 就是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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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成那个 那就是 左左右 进 是不是意思 先念进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话 你将左右左右 是不是写在这里 重复了 go go 写三遍 左右 是不是写两遍 那现在 如果我这么写 我把左 拿出来 然后 把 ri ht 右 拿出来 然后再 go 拿出来 这里边我写几个字 你看 doll for this 错了 这块输出吧 输出 卖 左 脚 画 卖左脚 这块 输出 卖 右 脚 然后 然后这块 输出 前几 是不是这样够呢 嗯 那也就是 这三个方法会组成走路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边 那个秃鲁怎么唱呢 来 左 左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块 右 右 然后 对 go 一个 还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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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吧 嗯 那现在我是不是没用到呼呼 一样可以写程序啊 但是这个程序给别人的可读性都差 为什么呢 别人在读这个程序的时候 发现了有左的方法 对不对 嗯 他能不能用 我没封装他是能用 所以呢 他在外边就用了一下 而且必须得读明白了这方法是干嘛的 对不对 用了一下 对吧 你看 脉脱腿 对吧 他用了一下觉得这个什么 这也不成体系啊 对 对不对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啊 就是个脉脱腿 对 觉得没啥用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像这样的功能 在一个对象里边有一些方法 视为或者一个或者多方法 为某一个方法服务的 对不对 那你要不封装他外边也可以用 用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不对 读程序的时候一看 这个既然是外边让用 他就得读明白 怎么用 对不对 可读性是不是也差 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在前面再一个封装 封装 封装 现在这三个方法外边能用吗 不能 不能用 那 在自己的方法里边能不能用啊 能 是不可以用的 而且这里边是不是把 用到多次的 是不是单独封到一个方法里了 嗯 符合软件重用性的原则 对吧 所以现在在外边谁能用啊 走路方法能用 对 二元 看 刷新一下 卖左腿卖左腿卖右腿 前进前进前进 好了 再见 走了 就再见 没 是吧 嗯 那看一下 这块 这这就是方法的封装 那现在咱能总结出的意义来 比如说 一个类里边 如果有一百个方法 如果你有不用封装的话 别人要想用明白 你这个类生成的对象 就得将这类里边一百个方法全学了 对对不对 因为你全是给提供给别人用的 对吧 而真正这一百个方法 只有两三个是让别人用的 其他的方法是为这两三个服务的 对吧 所以你把其他的97个 如果你一封装 是不是就给别人暴露三个方法 别人只需三个方法 是不是整个类就会用了 对吧 就像 我们的电话 对吧 老人可以用 小孩可以用 对吧 但是这可是相当高科学的东西 对吧 里边你想要 它是怎么通信的 电播是如何给人信号的 又如何传播的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当然不用过 你现在目的是用电话 只学为电话给我们提供功能怎么用就行了 你只要学怎么播号 怎么发射信号 怎么编辑短信 怎么发短信 是不是就够了 对吧 而其他的功能全是为这个操作界面服服务的 全通通到里边 对吧 其他如果你猜看的话 还没意义 就算看完是怎么通信的 那你还是拨号短信号 对不对 所以一个类也是一样的 有一百个方法的话 其实你就用了三个 那这样的话以后记住了 在学一个类的时候 你只需要看什么 看那么不风光的方法 那才是给你提供的接口 让你用的 对吧 而且设计接口的人 设计让你调用方法的设计者 他会设计让你最简单的调用 知道吧 这就叫强内聚 把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强制的聚在里边 若何就让你有最简单的调用 这是咱们设计类的原则 对吧 这样的话你以后不管下载的类 用别的类 对吧 里边代码有多么多么多 你看哪些被封装 哪些你用的 其他封装 你看都不能看 对吧 就是为内部服务的 大概理解方法的封装 以后大家写那单类的话 一百元都这样 然后 构造方法 你尽量别封装 因为你构造方法 一封装的话 怎么的 它自动调用的 你看 什么 也就是创建文对象之后 是可以创建对象 但是上来就 怎么的 调这方法是调用不了了 所以构造方法 别封装 但是用封装的时候 后边咱们想单例的 咱会多 听什么 那 构造方法 你怎么的 像这种自动调用的 封装吗 你一封装会怎么样 抱错 是不是 也抱错 对吧 就用不了了 所以这一系统 这一系统自动调用的 系统自动调用的东西 都是公开的 一般就不用去处理 好 这就是我们 这就会向大家介绍了什么 封装性的一部分 成员方法的封装 对吧 记住了 长压法法的封装 目的就在于 给外边提供 最简单的 而重要的是成员 属性的 我们下集会就知道 好吧 这一部分就要到这里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